大家好,我是阿澤 今集跟大家講一下感情東西 在家裏穿得輕鬆點、隨便點都是人之常情 但遇到異性客人來家裏仍然堅持 難免令人覺得尷尬 有港女在討論區上分享 自己帶男朋友回家吃飯時 她妹妹永遠不會帶胸胃 即使多次提點都是沒用 令到這個姐姐十分之不滿 網民意見兩極 有人認為即使不帶胸胃 都不一定會發生尷尬的事 但另一派的人認為或多或少 都會引發起男朋友的慾望 甚至乎有人懷疑她妹妹 是有意引誘姐姐的男朋友 這個港女在討論區上 以不肯帶胸胃為題發文 指每次帶男朋友回家吃飯時 17歲的妹妹每次都不肯帶胸胃 已經提了她為了男朋友 但她妹妹依然不肯帶 令到這個姐姐很生氣 這個港女就說自己堅持要妹妹 在男朋友來家時帶胸胃 其實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不想妹妹被兒子看了 第二個原因就是不想她男朋友偷看 其實這個是同一個原因 總之就是不想看 正常啦 難道說 屌你老有沒有看我妹妹的胸 屌你老有沒有她沒有大胸圍 當然不想被人看 這個是合理的 我覺得 港女之後就在回應提到 自己是不敢直接向妹妹說 就說介意她看她的胸 因為感覺上就變相 好像向妹妹投訴 去走她的兒子 但有些網友提出陰謀論 就說 就說妹妹喜歡搶家姐的東西 這個是正常的 有些這樣的東西 原來這些我不清楚 不過我照著讀 就說 被問到 姐妹感情如何 這個港女就說 其實覺得她是故意不敢大 覺得她很敢賤格 最後就有網民 反而建議這個港女 可不可以當是考驗一下男朋友 因為其實類似的事件 對於男人來說 是偶爾都會有遇到的 如果這個情況是說 這個是妹妹 就叫做一個視線範圍裡面 可以當是一個考驗 什麼考驗 我不是看得懂她說什麼 不過隨便吧 這個很奇怪 說什麼考驗這些 考什麼驗 看了你也不知 有些人 左看右看 可能看了你也不知 難道她看實嗎 她不知會 左刁右刁 被你發現你也不知 這個港女回覆的時候就說 好 留意一下 她會不會偷望先 我覺得她真的想多了 她真的想得太多 這些又是AV劇情 兩個方法 要不就捉著妹妹好好地談 威姐姐男朋友上來 你戴個bra 不要搞得這麼尷尬 簡單直接跟她說 或者叫做強硬一點 屌你 一定要去戴 不過也很難 如果你能夠做到這件事的話 就不用那麼煩 在開局問 那一是再簡單一點 如果你真的這麼想介意 不如就不要帶男朋友回家吃飯 屌你老母的發言時煩 出去吃 如果你說想和男朋友 可能 玩大富翁那些 就去爆火 搞得行 不用煩 無謂搞得 又說要跟妹妹一樣 又說妹妹嫌狗你兒子 真的很煩 沒有意思 不過這個妹妹有點奇怪 正常 你有客人上來家 譬如當我 譬如當有客人上來我家 我都不會穿 媽媽煙通出來 或者不穿衣服走出來 所以這個妹妹有點奇怪 不過不知道她們什麼事 這些要她們兩姐妹才知道 我覺得這件事不是那麼簡單 可能她有些事情 有些細節 或者中間有些過程 她沒有說得很清楚 因為你不會突然的 正常 譬如 有人上來 戴個bra 那就戴了 哪有理由 次次跟她說 次次都不能戴 好像鬥氣 是有些事情 屌你老母 不過可能這個姐姐 她就沒有把事情 那個事實 那個事情 都說出來 所以就會出現 覺得很奇怪的情況 因為大家在想 心一層 你用常理去想 你怎麼會 正常 有異性上來 你可能一開始 覺得沒什麼特別 不會避忌 那可能真的 不戴bra 可能沒想太多 但是你說 姐姐三番四次提你 你都依然是 屌你老母 照行照做的 那很明顯是 鬥氣 或者中間有些故事 是大家不知道的 是吧 那這個分析都合理的 我覺得是吧 那差不多了 今天沒什麼特別 那照舊 要喜歡我的節目 那可以訂閱回 我們的頻道 那我們就是 下次見 各位網友 拜拜